继续来关心县议会县镇总质询的消息 县议员张怀文表示说 沙滩车和独木舟是现在休息活动的发展方向 而县政府观光旅游处的工商科应该要有所管理方式 避免游客到花莲会产生安全的疑虑 而亲子乐活会馆更是需要在每一个乡镇来设立 加强老少妇女的照顾 沙滩车独木舟海域休闲活动 乐活会馆照顾老少妇幼 生长者乘车补助等问题 14号上午张怀文议员提出咨询 那你在工商科里面登记的项目是什么 所以本习要知道的是到底合不合法 可不可以在那个领域里面在那边营业 这不是你们工商科没有责任 工商科要负起这个责任 你看看媒体披露了这么大 变成全国版了 那你们还在说跟你们没有责任 张怀文议文说在明镇小组相关的考察行程当中 看到县府对于弱势团体的照顾 并且在观光发展上的管理 希望县府观光处能够对于新型的油气模式 有更新的管理办法 那算起来十三乡镇除掉六个乡镇 那还有几个乡镇没有的 没有这个亲子馆设置的 本习在这次的定期大会 要求社会处能够每一个乡镇都有一个亲子馆 那目前光复乡的部分有光复堂厂 可能在这个年度会执行 那寿丰乡因为土地取得的问题 没有办法在这个年度有一个很好的地点 那我也建议像我们吉安有一个渊业改良场 寿丰同样渊业改良场有6.63公顷 这么宽的面积是现有地 那以目前也可以分一块土地来执行亲子馆 我们请社会处陈处长多费一点心 我们也希望说赶快能够看到开发结果 另外针对观光旅游处 我们针对光电的问题 也希望在申请光电能够注意到农民的权益 农地能够充分农用 那光电光电申请我们要好好的来把关 另外针对110年度3月8号 我想在各媒体里面披露的 收风箱 原料 沙滩 业者经营 沙滩车 独木舟 那我们最主要是希望 已经颁定有县政府 已经颁定了沙滩车的整个执行 那我们希望依规定来办理 我们不是打击业者 我们知道现在目前沙滩车 是一个新兴的事业 不过他县政府订定的这个范围 是在和平 那原料的部分还没有订定 那我们希望说业者一定要遵守法规 虽然申请了这个工山登记 到底项目是怎样 从流浪狗问题 花莲西出海口湿地 社会福利 观光旅游安全 沿寮渔港等等 都是张怀文议员 在这一次定期会议当中 所质询的内容 也希望花莲县政府 能够多方协调解决民众的问题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 回到这一段时间 我刚才会 报道 我说 我刚才会认不过